来晚了 来晚了 今天怎么上亢了 好 好 没事 你别担心啊 上回我找那个片方 啤酒 泡脚 杀菌除锈 很有效果 很不错 一点味儿今天怎么样 你到时候可以试一试 对 到底喜欢不喜欢果果 果 果果 你还有别人 不是你这猛一愣 我 我也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什么意思 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就是 我其实挺想对她好的 可我就使不上劲 这是什么解释啊 凭梁你说 果果对我真的不错 人家跟了我也挺委屈的 我特别想对她好 喜欢起她来 爱起她来 可是我 我算来不许我是 我 反正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我们俩语员 就年龄的问题 就是合不上拍 这什么味儿啊 不是 不是这种味儿 我想你保证 真的 怎么有股动物园的味儿啊 我鼻子顿口签的 我鼻子顿口签的 让你给我闻出来 我刚弄了一批动物 在做实验 来得及吗 真的不大 我觉得你跟动物 倒是挺合拍的 跟人 挺难相处的 果果又找你去了 我想跟你说什么 杨树 你跟我在一起 和跟果果在一起 过日子不一样 咱们俩在一起 我照顾你 伺候你 把你当个小孩 你比果果大那么多呢 你应该让着他一点吧 那我们俩为什么离婚呢 因为男人终归是男人女人 终归是女人 男人终归是要照顾女人的 我们俩离婚你也后悔了 你想改 没机会了 现在果果嫁给你 你还是这么自私 这么自我 有一天他一定会离开你的 他离开你 你也一定会伤心的 你不可能这一辈子 都是在后悔当中度过吧 我跟你说话 你在想什么呢 那天在超市 跟你一块的男人是谁啊 你觉得他怎么 Pare得有衣服 好 佳慧 乐人的仗 你好 喂 佳慧 你怎么了 你说话啊 行 我现在马上过来 你在巴黎婚纱殿是不是 帮我收一下啊 行行 我马上换个衣服 马上过来 姐 姐 姐 好漂亮啊 漂亮吧 烫不烫 她跑喽 跑了 嗯 怎么跑了 我也不知道 我化完妆穿外衣服 她一看见我就跑了 这个妆好像画得 好看吗 这 这是什么婚纱店 这化妆师为什么把你画成这样 我去找她去 不是 是我自己又加了点 我妈说结婚一定要喜庆 所以我就觉得越红越喜庆 越好看 这也太喜庆了吧 这两个活屁股似的 买 别笑了 这一笑这牙上全都是红的 闭上嘴 闭上嘴 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这样吧 你去找汤姆她妈 跟汤姆她妈素素 我把脸先洗了 我去找汤姆 好 别急 一会儿咱们在这儿见 好 我先去 我 我去找找汤姆吧 这 Battle of my wife 去找汤姆 不管是 Counting 我们不认识 那我们要在ソーカー 现在是更抗 our scott 我跟你说 所有人认识 你只能补好 只能保护好 那你只能为你 别没趣 谢谢妈 领导 看不见人哪 看见了 你什么意思啊 阿勤姐 你就别说我了 我妈已经骂了我一顿了 对呀 你说人这辈子 能拍几次婚纱照 你为什么不拍啊 拍几次 就这一次 就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有有有 要你什么命了 人家佳慧把妆都化好了 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你呢 要你什么命了 我告诉你 就那冯佳慧 我觉得不化妆还能看 她化了妆呢 那没法拍呀 你也知道 我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的人 你什么意思啊 行了 你也别说了 我就当拍鬼片了 拍还是不拍呀 我这不就去呢嘛 又又还受了多大委屈 太太回来了 太太回来了 刚才来辆车 把所有动物都拉走了 是吗 那行 你干活吧 好 多收拾收拾啊 收拾干净了 您呢 可以吃点醋料 对肠肉有好处 谢谢啊 不客气 大姐 那我就不给您加菜了 您自己来 想吃什么吃什么 谢谢 不用客气 我自己来 好 刘大夫 阿琴还真是没夸张 您长得跟冯远征 实在是太像了 我跟她是特别好的朋友 您现在冒充她 我都分辨不出来 是啊 声音呢 声音也很相似啊 相似 是 这个有的时候声音跟长相啊 确实有一定的关系 我说真的 真的 我那儿有一本关于声音的书 如果你想要的话 我会都拿给你 好啊 谢谢叔叔啊 咱们家现在有个大夫了 那以后看病 那就方便多了 妈 我说的都实话 您说的没错 现在看病的确实是太难了 真是 患者的确实不容易 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都说得我心坎里去了 现在谁家不希望 在医院里有个认识人 或者朋友什么的 那省得以后看病的时候 就排不上队挂不上号了啊 说心里话 我特别不希望我的朋友啊 亲人啊 到医院来找我 这说明他们身体不健康 但是如果一旦 真的有不健康 一定要来找我 我会尽全力帮忙的 是吧 大家 谢谢 你能这么说 那我就安心了 阿琴 我对刘大夫啊 没有一点意见 他真的是太优秀了 我非常同意 你们俩好 看一遍 喂 老公啊 是不是你 把所有动物都拉走了呀 现在有成果了是不是 是 实验室取得了一些进展 真的 什么成果 说一下呗 那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必要的时候你会知道的 那你还瞒我呀 没有 没有只瞒你一个人 大家都不知道 好吧 我现在就很忙了 咱们先谈到这儿 你在哪儿吧 我是在实验室 你真在实验室吗 不 我真的在实验室 你要不要我拍张照片 你看一下 不用不用 那都不用 没事了 过你忙啊 妈 给你吃给你吃给你吃 你说你今天第一次跟人见面 你能不能含蓄一点 别总那么二行不行 你妈我这个人呢就是真诚 就爱说大实话 妈 反正我觉得吧 刘叔叔人挺好的 他人很儒雅 还具有知性美呢 你还懂得知性美 当然了 我大一既有知性美 可是你没有 妈有什么呀 有烟味 还有早春的气息 反正我觉得刘叔叔人特别好 特温和 跟我爸性格差不多 我认真观察了一下 我觉得刘大夫啊 那眼睛啊特别地明亮 笑容也特别灿烂 说明他心地善良 桃子 你上楼睡觉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我这知性美得老姐 别总在这儿知性了 说句话吧 我觉得精神病医生和神经病医生 本身在精神和神经方面 一定存在问题 你这说的是什么道理啊 直接说 刘大夫本人一定在神经和精神方面 存在问题 严重了可能是疾病 轻了也是非同寻常 你这是有证据呢 还是假想呢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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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就见人一面 就凭感觉 就说人家有精神病 我没说他有精神病 我说他一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说具体的 具体的我说不出来 那就是瞎感觉 那他还像你的朋友佛远征呢 那佛远征演的安家和 他还很有问题 他是不是就说明佛远征也有问题啊 不 他很健康 但刘大夫 你是不是就不想让我问他好 那就明说就得了 你想征求我的意见 我把我的感觉说出来了 我的感觉可是很准的 信不信由你 你就吴东方那次说准了嘛 那也是巧合而已 你以为你是大仙呢 还次次都说准了 那大仙也是骗人的 没错 我告诉你 你今天第一次见刘大夫 我跟他接触了很多次 我比你了解他 他身体健康 儒雅大方 思想健康 温和善良 他不可能有任何问题 我没说他有问题 我不说了行了吧 好吗 你就当我 神经了 神经了 你看什么看 平时不是都挺能说的吗 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就为了巴结我姐 小姨把你给憋坏了 你骂我 这不是有苦衷吗 我为了咱们家的和谐 我一直当着人者神规 现在人已经走了 你可以说了 行啊 我说 你姐她都说够了 这么跟你说吧 不过我觉得这刘大夫啊 人挺好的挺优秀的 你呀 就放心大胆 跟她触吧 你姐这人自己才有神经病 你还是别说了 我来 您的时候我给你感觉 你resso为一个女孩 您是最喜欢探血脸的脸 谁呢 少林斯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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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腾了你真是 你真是没看女孩 你是一个女孩 你看着 你真是 你这样子 不定了 咱们就看那个 美国精英大片 坎坷 坎坷你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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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俩干啥呢 停 小姐 这么特色 麻烦您小点声音 那哪段啊 您影响我们看戏了 好不好 谢谢啊 为什么 为什么这段啊 为什么这段啊 这不看喜剧吗 看喜剧不是要 脑子有毛病 你说谁脑子有毛病 你现在影响大伙看戏了 你注意点素质行不行啊 谁没素质的 谁没素质的 我怎么影响的 我看喜剧吗 我当然笑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心情不好 你别找我 好快找一个地方发现 发现 这 怎么这么没素质啊 你是不是跟他一块儿了 你也不管管 干嘛了 你打谁呢你 我不认识他 我们不是一起人 不看了就不 你干嘛 老公 咱们走 不看了 怎么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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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干嘛那么没素质人看戏 有什么劲 对不起啊 来 那你俩气死我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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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心底的一句话 告诉你 这就陷入了爱情中的中年女人 还知道回家呀 你还记不记有一个老妈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女儿 我一无所有 只有我自己 我一无所有 我一无所有 不给别人 我一无所有 不给别人 一生都给你 你 我让个子给他们请 爱情的力量还真神奇啊 你为什么不体会呢 爱情真的是太美妙了 姐 我告诉你 姐 你一定要谈一次恋爱 你一定要有一次爱情 爱情能让一个女人获得重生 我还没想到我会死呢 重生我就更不想获得了 桃子 看几点 上红了 我跟杨树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 就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那是你忘了 不会忘 真的不一样 杨树疼爱过我吗 关心过我吗 可爱迷你 爱迷你 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 都让我体会到一种被疼爱的感觉 我抵抗力这么强的人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这恋爱中的女人真是脸皮厚 我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也就在你们俩面前 我叫她爱明 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明明 你牙疼啊 看来这事已经定了啊 什么时候结婚呢 恋爱的感觉真好 我干吗着急结婚呢 你还是赶紧接了吧 否则就要让别人给抢走了 来抢吧 我不怕 我有这自信 你没发现她有什么不正常吗 我发现最不正常的就是你 我真不正常不重要 我不正常大家都知道 我告诉你 她很善良很大方很有耐心 每天总是乐呵呵的 自己不烦恼也不让身边的人烦恼 不像你 当我想要发脾气的时候 她就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手背 就那样微笑着 而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我的气一下子就没了 我的冷热喜怒哀乐 她都了如指掌 她都会用一种特别舒适的方法照顾你 她几乎具备了所有男人的优秀品质 我告诉你马北川 她几近完美 我告诉你马阿晴 如果你不这么描述她 我还放心 你要是这么一说 我反而更加担忧了 你觉得这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越是表现完美 她越可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你的话我都没有听进去 你就是一个让人烦恼的人 你从来也不会给人带来快乐 因为你从来也不谈恋爱 你应该好好谈一次恋爱 你等我一会儿 等我一会儿还没完呢 你 你等我一会儿啊 你 你等我一会儿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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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一会儿 谁啊 谁啊 这给你脸了 转过来 干吗呀 我问你 我问你 你刚才干吗当着别人的面 说你不认识我呀 你别忘了啊 我是你老婆 我不想挨揍 赶紧回家 以后再也不带你出来 每次带你出来都提心吊胆 干吗呀 真生气了 别生气 你别生气嘛 我错了还不行 我错了 别不带我出来啊 你说你那么笑不累啊 我 我都替你累得慌 但是那个话剧真的很好玩的 你不觉得好笑啊 对了 我要跟你说个事 你知道刚才跟我吵架那女的是谁吗 我怎么知道啊 我就知道人家是一个有素质的女观众 什么意思啊 没完没了了 差不多行了啊 真是给你脸了 我跟你说 那刚才跟我吵架那女的 就是秦姐前夫现任的小老婆 怎么乱七八糟的 你怎么听不明白呢 阿晴姐 她的前夫杨树 那个杨大科学家 知道吧 刚才跟我吵架那女的 是她现在的老婆 知道了吗 你说 跟刚才那女的一起出去的 那个男的是杨树 你怎么不早说呢 干吗呀 人家好崇拜她的 那遇见了 让她给人家签个名字嘛 你怎么不早说呢 这你那德性 那个没出心的劲 还签个名 她长得帅不帅啊 长什么样我都没仔细看 我想想啊 我觉得没你长的事 你怎么不早说呢 真是的你 行了行了 下次见面我告诉你了 走了 走啊 德性 快 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熬了 晚上小姐 姐 来来来 走了 走了 咋了 我跟你说个事啊 你猜我昨天晚上看见谁了 谁啊 你的前夫和他现在的小老婆 在哪儿啊 在剧场 看话剧啊 那个女的太讨厌了 怎么了 我看话剧我就笑了 然后他就老远跑过来 让我不许笑 他为什么不让你笑 就是啊 那个话剧是个喜剧 你说都能不让人笑吗 对了 还被我们家徐老二动手动脚的 把我给气坏了 老师肯定你笑得太肆无忌惮了 我还不了解你 不是 他姓为 打薛儿 那你肯定打他 我想打他 没打着 那杨树呢 杨树在干吗 你别提那个杨树了啊 你说你的前夫 怎么那么没眼光啊 他不要你 找这么一个女的 那女的吧 除了比你年轻 比你漂亮 比你有气质以外 其他方面都不如你 真的 其他方面呢 我还剩下什么 首先 不是杨树不要我 是我不要他 那个女的 比我年轻不假 但是他有他的漂亮 我有我的美丽 没有任何可比性 冯家慧同志 明天周末我要加班 我记得你给过我承诺 如果我帮你搞定学老二 你就连续帮我加五个班 对不对 那好吧 就从这个周末开始吧 杨老师 几项实验都很成功 可以进行人体临床了 是吗 人体临床 太早了一点了 露露 我想下面这几项实验 咱们再做一次 好 行 果果有没有 问我你关于实验的事 没有啊 他问了我也不知道 好 去吧 好 妈 你听这个啊 上一个男友太优秀 已知很难找到 下一个男人怎么办 你的第一个男友 真的好到前五谷人后来 妈 你回来了 我还要找你呢 又哪门功课不及格啊 不是 我们学校周末要搞一个野外的宿营活动 要求每位同学带家长去参加 我想让你和刘叔叔陪我去 我跟刘叔叔陪你一起去 那我要不然问问刘叔叔吧 好 那你快点跟我回话啊 来来来 我跟刘叔叔一起去呢 我们俩就别去了 要是碰到王老师不太好吧 王老师都调走了 他调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 你怎么没跟我说啊 你也没问我呀 你赶紧问问刘叔叔 能不能去啊 我先写都愿了 大姐 你还是去吧 跟刘大夫一块去玩玩 孩子都约你们一块去了 王建国他已经调走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妈 那我晚上跟艾明去吃个饭 好啊 给你看这个 刚给你们读完呢 我走了啊妈 好的好的 路上小心啊 这老妖啊 嗯 桃子他们学校这个周末 搞户外送迎活动 学校要求家人一起参加 桃子让我问你 我们俩能不能跟她一起去啊 去啊一定要去啊 这说明啊 桃子对我已经认可了 她挺喜欢你的 还夸我有眼光 嗯 嗯 我一定告诉桃子 我比她妈妈还有眼光 跨上还有拐着弯的跨 嗯 坐 坐 嫁给我吧 啊 阿杰 已经答应嫁给我了 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你不许再爱其他的男人 你也不许再爱其他的女人 爱你 爱你 我想拍婚纱照 行 先吃饭 你们弄好了吗 你们弄好了吗 快了 还是桃子聪明哈 经你一指点啊 挂起来了 帐篷也支起来了 那我先去找同学了 妈 你们好好聊啊 就到这儿了 哎呀 爱铭 桃子刚才冲我实眼色 什么意思啊 实眼色 那是你俩的秘密 你还别说 桃子这孩子呀 遂你挺机灵的 我机灵吗 他们都说我这人特傻 傻人有傻福 碰到你了 好了 你呢 好了呀 都这起来了 不错啊 是挺浪漫的 有点像孕妇的肚皮 像什么你怎么想起来的 像肚皮 是不是 好像是蚊子 困了吧 我有点困了 植树累了 有点 晚安 能睡着吗 睡不着吧 你呢 我睡不着 咱俩谁也别看谁就睡着了 试试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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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回来了 宽总 快去睡吧 快去睡吧 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你们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 河滩 帐篷里 几个人一帐篷 两个人 两个人 就你跟你那明明 没发生什么浪漫的事情 非常的浪漫 昨天的夜晚 满天的星星 月亮带着星星 陪着我们俩到天亮 没干点什么事吗 聊天啊 光聊天了 聊了一宿啊 聊着聊着就睡着了呗 妈 这么大岁数 脑子里都想的什么呀 都是学生家长 一个帐篷挨着一个帐篷 说话都不敢大声说 给你的 怎么成这样呢 赶紧浇点水 我姐呢 写她那遗座呢 什么叫遗座 叫收手之座 收山之座 我看都差不多 我还给我姐带的礼物 我给你做饭去 我给你做饭去 马北川 送你一朵玫瑰花 你会接受吗 心意我领了 带着你的小娘们花 可以走了 拿着 跟你聊会儿 成吗 不成 也得成了 玩得怎么样 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 我说你呀姐 你真的应该出去走走 你应该亲近一下大自然 大自然真的是太美了 别整天在家闭门造车了 谁说我闭门造车了 我说你闭门造车 你也没有什么生活经历 也不热爱生活 也不搜集素材 你就是闭门造车 就是闭门造车 我造的也是奔驰宝马 我要静盘洗手了 写完最后一步 我就要去周游试剂 天哪 你真的挺奇怪的 要不整天窝在家里 窗户也不开 窗帘也不开 要不一下就跑到了 世界的另一端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中间有没有一点过度呢 但是我支持你 是啊 我趁我现在还走得动 身体还好 我要好好去看看地球 钱挣得够多了 没家没孩子 我要那么多钱干吗 你也别乱花呀 给桃子留点 桃子的都留好了 存好了 你放心吧 那把你的存折放我这儿 放我这儿我就放心了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跟刘大夫处得怎么样 你能不能早点问她 她已经跟我求婚了 你还没发现她什么问题吗 发现了 她很完美 希望她真的是一个完美的男人 如果真的完美 她不是从火星上下来的 就是从土星上下来的 她是在地球上生长出来的 她确实很完美 你爱信不信 不是我不信 是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完美的男人 你还可以 宝贝儿 怎么了 妈 你说我姐 怎么就咬定说艾米有问题呢 甭听她的 她呀就是个巫婆 当年她指着我的鼻子说 你一辈子演不了A角 结果我真的一辈子 没演过A角 好不容易有一次啊 这A角病了 我上了 上台没几分钟 就因为怀了你 晕倒了 以后就再没戏了 你说她不是个巫婆 是什么呀 对呀 她上次说吴东方 说得就特别准 这次她咬定说艾米有问题 弄得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其实我跟刘艾米在一起 我一直观察她呢 我觉得她挺好的 她真的挺好的 我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呀 宝贝 你甭听她的 你要是喜欢谁 你就嫁谁 别听你姐的 要是都听她的 那全世界的女人 都得打光棍 都跑到女人国去了 你说是不是啊 阿勤姐 外面有人找你呢 她在大堂等你呢 知道了 谢谢啊 王师傅 帮我看一下 好的好的 谢谢啊 去吧 你怎么来了 小一跳 我给你打电话打不通啊 手机没电了 充电器还落家里了 我急着找你 有一个会诊必须让我过去 在北戴和领养院 一会儿我就去走 你要去几天呀 三天或者五天吧 放心 我呀 会每天给你打电话 好好小心点啊 行 到了那儿晚上我就给你打电话 好 晚上我打你电话 那我走了 嗯 来 够恩爱的呀 你跟佳慧也很恩爱哦 别提了 现在啊 她对我是越来越凶猛 刚开始还知道 看我的脸色形势 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 现在可到 整天跟我对着干 干不过我还找我妈帮忙 爱你妈那个人 真的是特别好的婆婆 我妈也是 不分青红皂白总说我不对 你气死我了 别生气了 我同情你 我去干活了 算是上了贼船了我 我告诉你啊 别老欺负人家汤嘛 不是我欺负她 是她找饼 我跟你说啊 上周末我俩去动物园 进门的时候 她指着我 对那开门的说 看好了啊 别待会儿出来 说我拖了你家的猴 她说她讨不讨厌这个人 这不欠编 后来呢 我哪是那么好欺负的呀 我进去没十分钟 我都说我脚崴了 我一定要在背着我 我俩就 看完了猴子看星星 看完了星星看大象 看完了大象看山羊 她就一直那么背着你看啊 那你不得把她给累死 我说了 亲爱的你累不累呀 要不然我们回去吧 可她编布 她一定要带我去看狗熊 她喜欢狗熊 不是 她说 她说她想把我扔熊洞里 再把那熊给吓跑了 到了那熊洞了吧 我就说 你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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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就说 我要把你扔熊洞里 再把那熊给吓跑了 怎么办 你说她这个人讨不讨厌 气死我了 姐 你真觉得我长得那么丑吗 幸福的女人是最美的